Hello 小朋友 今天是4月第2個星期 即是還在放暑假 在這個暑假裡面 因為今天到可南傳道 Hello 小朋友大家好 來分享詩歌 先問一下可南傳道 你也放暑假 即是暑假裡面 我女兒放暑假 你女兒放暑假 那你沒得放暑假 在暑假裡面 你有什麼和女兒一起做 或者你平時有什麼做假 今個暑假 我就和女兒一起學做麵包 因為最近收到麵包機 就和她學做麵包 不知前朋友有沒有 都和家人一起做麵包 你做什麼麵包 做腸仔包 哦 腸仔包 很好吃 做一些方包 對 不同類型的方包 好 那我先問一下 成不成功的 成功 小朋友其實很難 你家裡只要有一部麵包機 你把所有的東西丟進去 就成功了 好 成功 即是把腸仔丟進去 那就不是這樣 哈哈 腸仔包就難少少 對 OK OK 好 應該有很多小朋友 都在家製麵包 是的 真的很好吃 嗯 而且好像健康一些 是不是 都是的 即是 我家裡的姐姐 即是幫我手的姐姐 就說是乾淨一些 嗯 因為她很怕外面的麵包 就 我覺得是健康一些 是的 而且自己做麵包 自己吃是開心一些 是的 所以小朋友 還在放暑假呢 嘗嘗在家製麵包 都開心的 是的 嗯 那我暑假做些什麽呢 那我就做運動 那這樣 有一晚就跑步 晚上那樣 戴著口罩跑步 那真的幾辛苦 那另外有一天呢 就玩Switch 哦 有一個圓形那個 不知道叫什麽 有些小朋友應該知道 我知道 好像 Wing Fit 就是會很熱 很累 做到是吧 是呀 做到很辛苦 是呀 所以都是做運動 這樣 是呀 那都幾好啊 是呀 要做運動 是呀 好 那就可能全島 就帶一首詩歌 是呀 那我就帶了一首詩歌 和小朋友一起分享 這首詩歌就叫做 小寶貝 是呀 嗯 那我們一起唱一次先 好 一首一見笑 抱一аться 大便愛惜 山 icons 一首当中 老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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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答错话在梦中 道笑呵呵 真真孩童 愿意收担着 伯伯 愿快高歌 感谢主的歌带 我要归归 情深话不送带 神智爱祝福 这笑抱怀 真几秒真告知 神帝的手 众如孩子之前 合上伤手 云真歌的相思 可能会见到本笑话不说 真鸿意天吹我生智 我这首歌是讲小宝贝 我又问可南传道 你有什么是你的小宝贝呢 当然是我的女儿 因为她是我的生命危险 她都生了她 我觉得她都是令我的生活很有乐趣 我相信就像小朋友那样 她们放暑假其实都令到家人有时候会有少少累 有很多时候都有很多乐趣 我觉得她就是天赋给我一份很宝贵的礼物 嗯 都挺好的分享 我们听到原来爹地妈咪是有什么感受的 当生了我们出来 为什么和我们相处呢 原来是一个礼物 就是有时候会开心 有时候也会很辛苦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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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也很疼她们 嗯 是的 会很担心她们 是的 那佳琪sir 你呢? 我啊? 那我没有子女的 但是我以前就 就是现在在妈妈那里 就养了几个猫猫 真的很疼猫猫的 也挺有趣的 那就是有时候就冷冷闲 肥嘟嘟的 那我就会就是 就是有时候聊一下我 很开心 有时候她不聊我 聊一下她 也很开心 哦 那些猫是你买回来的? 那些猫呢是 三只都是收拾回来的 哦 有两只就是在那些什么 遺棄的那些动物中心 就领养回来 领养 是的 另外有一只在街边 就是收拾回来的 哦 好啊 是的 所以就看着她们大 那有时候冬天 她们黏起来 她又暖 我也暖 很开心的 那夏天呢 就太热了 就躺在地下 或者好像中了窗 那样 很有趣的 也很有趣的 我女儿也很喜欢 你躺地下? 不是动物 她都 她想要暖地下 是的 我女儿也很喜欢动物 是的 是的 也很有趣的 小肥动物和我们一起 是的 所以其实 有时候 就开心玩 但是有时候都会很疼她们 就是 就是会留意她们有没有 就是有什么问题 或者就会看她们多几眼 那样的 但是你也要照顾她们 是不是? 要筆市 哦 是的 有没有听过产市观 这个东西 不是给沙子 就扔了 就是有个官官 你负责帮个 你做奴隶 帮猫去产市 哦 都好 猫是主人 很特别的工作 哈哈哈 是啊 如果有小朋友 你去养猫 你一定明白 其实是说什么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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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选这首歌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重点 是的 你真的一定要分享一下 因为我觉得 除了我们 就是爸爸 就是我有女儿 她是我的宝贝 我觉得 其实我们也是天父的宝贝 是的 因为我有时候 就是可能有时候 也会不开心 自己是吧 那我呢 都会 就会跟天父聊天 就是这首诗歌讲到 我们可以合起一只手 跟天父去谈心事 是的 所以我觉得呢 不单是我们生活里面 很多我们的 喜欢的东西 其实我们也是天父很喜欢的 是的 就是我们也是天父的小宝贝 是的 所以就很担心我们 会留意我们 是的 不如我们唱多次好吗 好 好 小朋友跟我们一起去唱这首歌 好了 耶稣一见笑 我会就欢笑 特别爱识 像少少少 耶稣的爱心 唱红颜高照 我会同唱 我无关啊 跳 我踏踏踏踏踏 小鲜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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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鲜� 合上伤手 衣服同经手练 何能遍到观笑我故事 何必听着我手练 既然我们是天父的小宝贝 我们都要听天父的故事 今天是谁讲故事的知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就是珈其sir讲故事 是的 Hello 小朋友 今天到珈其sir跟大家讲圣经故事 因为大家在暑假里 在听故事之前 玩个小小的游戏 待会珈其sir会做个口型 做完之后就读一些字 小朋友就猜珈其sir 究竟讲了什么字 譬如我会说珈其sir 就是 我会做两次 小朋友就猜珈其sir讲了什么字 你讲出来就可以了 好 试试玩一下 第一个字 这是圣经的名字 人名 好 来了 小朋友 小朋友 猜不猜到呢? 这个应该容易的 就是耶稣 今天珈其sir会讲耶稣的故事 耶稣的故事很多 所以就猜到第二个人名 这是一个王 准备吧 哈哈 我想有些小朋友都未必猜到 这是一个罗马帝国的皇帝的名字 叫做海撒 不知道小朋友猜不猜到呢? 今天珈其sir就讲 一个地上的王 海撒 和天上的王 耶稣的一个故事 话说 耶稣是这个世上去传道 去医治病人 吸引了不同的人去跟随他 当时的宗教领袖 然后民事祭司长 就很不服气了 为什么耶稣这么受欢迎呢? 我们作为领袖 都不够他受欢迎 其中一个就说 我们一定要捉住耶稣的把柄 看看耶稣有什么说错事 做错事 我们就可以捉住他 他们就在奸笑 他们想到奸计 哈哈哈哈 究竟是什么奸计呢? 哦 他们一起去到耶稣的面前 就假装很谦卑地问耶稣 啊 老师啊 我们都知道你是誠实去说 神的道理的人来的 我有个问题 我们真的想不明白 可不可以你回答我们 解答我们的疑难 就是呢 我们可不可以 纳税给罗马政府啊? 哇 问完之后呢 他们心里面都在偷笑 哇 他们在想 看你耶稣 如何回答这条问题 犹太人呢 一直都很恨罗马政府的 如果耶稣答可以呢? 那些犹太人就很恨耶稣了 但是如果他答不可以纳税呢? 那就大和了 他就得罪了这个国家 我们就要送他去官府 去捉他坐牢 将来还要自死他 哇 哇 好阴毒啊 这些问题 耶稣 当然是知道他们的问题 不是本身是问一个普通疑问 而是想围难耶稣 好啊 这个时候呢 耶稣呢 想想想想 怎样去回答呢? 那他就和这一班的文士和祭司长说 你们拿一个银袋里面的银钱出来 让我看看啦 好 当他们就在银袋里面找了银币出来 耶稣就问他们的问题 嗯 这个银币上面是刻着哪个的人名啊? 那个肖像是哪个来的? 啊 这些人呢就觉得很奇怪 耶稣你都是用开钱的 平时生活 你一定知道 平时罗马帝国用什么银币的 不过照答 看看你有什么可以怎么回答我 先 这些银币是海撒皇帝咯 就是我们的罗马政府的皇帝咯 啊 啊 原来呢 当时呢 无论是罗马人还是犹太人呢 他们呢 纳币呢 都要纳罗马帝的 啊 上面呢 就一定有海撒的肖像 和他的名字在里的 耶稣呢 就答了 嗯 嗯 你们既然问我可不可以缴碎 那我就回答你了 那 属于海撒的物品 就给回海撒了 属于神的物品 就给回神了 哇 哇 这个答案很有智慧啊 啊 民事和祭司长 啊 真是 觉得耶稣呢 真是很有智慧 真是这个答案是 真是捉不到他把柄啊 啊 耶稣又没有说 给啊 即是可以纳税啊 耶稣又没有说 不可以纳税啊 啊 哎 豈有此理 耶稣今次呢 又过关了 真是不知有什么方法呢 可以捉到耶稣啊 啊 哇 家琪Sir 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呢 我都觉得耶稣呢 真是很有智慧啊 他知道呢 就是那些民事和祭司长呢 都是围难他啦 不过呢 今天呢 耶稣的答案呢 即是答回民事祭司长呢 其实呢 都值得我们去反思的啊 究竟 什么是神的物品呢 啊 那想想想想 小朋友 你们知不知道呢 究竟什么是神的物品 我们给神呢 嗯 其实呢 如果我们呢 看圣经得多 都知道的 圣经呢 都提醒我们 基本上所有东西 都是神赐给我们的啊 包括钱啊 食物啊 或者一些财干啊 这样 所以某程度 啊 耶稣提醒我们 其实根本所有东西 都是神的物品来的啊 所以我们有时呢 都会学习奉献 小小的金钱给神啊 就是记得 告诉我们 啊 我们平时生活呢 都是神供应我们的啊 那就是第一样的提醒啊 啊 所有东西都是神赐给我们的 我们要记得 啊 神呢 就是对我们很好啊 第二样东西的提醒呢 就是 嗯 今天呢 就讲到地上的王 和天上的王的比较啊 是不是啊 海撒和耶稣啊 那样的嘛 其实呢 耶稣呢 暗暗地都提醒这些民事祭司长 究竟哪个大呢 是当时罗马的皇帝 海撒大一点啊 还是天父大一点呢 小朋友 你会怎么回答这条问题呢 嗯 的而且当时罗马帝国 是很大的帝国啊 这个皇帝呢 又真是很厉害的 不过 我们小朋友都知道啊 天父呢 更厉害的 所以呢 我们呢 不要不记得 当我们平时生活的时候呢 其实天父呢 都掌管着这个世界啊 都提醒我们 嗯 当我们呢 就是行事为人呢 都要记得做一个 好的小门徒啊 因为呢 天父呢 叫做 提醒我们啦 帮助我们啦 去活出一个好的基督徒啊 小朋友 我们都可以一起呢 去讨论问题的哦 第一条问题 民事和祭司长 他们呢 去问耶稣 什么的问题呢 啊 目的是围难他的哦 记得那条问题是什么呢 第二条问题 记得耶稣又怎么回答啊 为什么 他不直接回答 可以 或者不可以的呢 今天的金句是 耶稣说 这样 海撒的物 当归给海撒 神的物 当归给神 路加福音 二十章 二十五节 好小朋友 嘉奇长带大家一起祈祷啦 我们省上眼睛 摆一头和双手祈祷啦 天父上帝 多谢你 今天呢 我们又听到一个圣经的故事 今天我们看到耶稣很有智慧的去解答文事呢 以及祭司长的一些疑难啊 刁难的问题啦 我们看到耶稣有智慧之余呢 都提醒了我们啊 究竟什么是神的物品呢 嗯 原来呢 我们都记得 圣经都提醒我们 一切呢 都是从你而来 你是赐过我们很多不同的物品啦 求主呢 都给我们小朋友记得 嗯 我们平时生活呢 都是你给我们好风中 很多的恩典在当中 我们每天呢 都多谢你 今天呢 都提醒我们啊 原来呢 耶稣都提醒 当时的宗教领袖 最大那个呢 就是天父啦 天父呢 掌顾着整个世界 整个宇宙啊 都提醒我们小朋友啦 我们 不要挂着生活 继续自己开心啊 我们记得 天父呢 在这里的啊 都想我们呢 成为一个很好的小门徒 愿你呢 都帮助我们 成为一个呢 呢 天父所喜悦的小门徒 啊 啊 天父 啊 啊 啊 天父不喜欢做的事情呢 呢 我们呢 就 坚持不做 愿你教导我们 带领我们 祷告奉主耶稣 基督之名而靠 阿们 拜拜